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医疗网的直播 我是主持人林娟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可以邀请到真心医院内科部部主任 陶器卫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请医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要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呢 听到我咳嗽 大家都知道这个疾病呢 跟大家息息相关 很多人不管是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都在咳嗽 可是咳嗽千万不能轻忽 背后却有很多的隐忧哦 那等一下呢 在三分钟过后 也就是我们的十二点半 我们准时在这边 请陶医师帮大家解答 慢性咳嗽的大小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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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再度回到健康医疗网的直播现场 我们再度隆重欢迎真心医院内科部副主任陶奇伟医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 医师有一名案例啊 他是年近40岁的台商 长期因为慢性干咳 本身又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 在上海的时候呢 曾经被诊断有鼻涕倒流 某一天他的声音就突然沙哑了耶 医生发现他的左身带麻痹 然后胸部照X光发现已经罹患了肺腺癌 癌细胞已经转到淋巴 而且压迫左身肌引起身带的麻痹 原来咳嗽背后却有这么大的隐忧 那想请教一下医师 长年哭哭歌哭哭扫 咳多久 算是慢性咳嗽吗 对 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病患 他其实实际上大概已经咳了好几年 那当时一直在到处求诊 在中国在内地到处求诊 那其实咳嗽是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保护基准 那大家碰到咳嗽的时候不要太紧张 可是当你面临的一个慢性咳嗽超过八周以上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人他咳嗽的症状非常的严重 我们有碰过咳嗽的时候在咳到昏倒 甚至骑车的时候发生车祸 甚至有些连肋骨都咳断掉 咳断个两三根这样 所以这个也有人咳到晚上不能睡觉 整个的生活品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过度的咳嗽 尤其持续超过八周 基本上应该要找出一个重要的 有没有潜在的可以治疗的原因 哇 所以咳嗽超过八周 一定要记得赶快找医生 看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那慢性咳嗽常核病什么样的症状呢 慢性咳嗽有的时候有些病人会有一些鼻塞 或者流鼻水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那有时候觉得咽喉的后臂会有一些异物感 或者说很明显的会有鼻涕倒流 那有的时候也会经常都会有说喉咙痛啊 喉咙撒哑或者声音撒哑 或者会有一些烧心或者胃食道沥流的症状 那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有一些喘民或者说呼吸困难 那再来的话更严重的有些人会有咳血或者咳痰 那如果你发现有咳血或咳痰的症状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发生的频率 它出来的量 或者说是有没有这些 譬如说黄痰有没有臭味 它的颜色要特别注意 所以平常就要很仔细观察自己身体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那酒咳吃不好又可能是哪一些疾病呢 会不会在后有隐藏一些很严重的疾病 其实咳嗽是一个很复杂的原因 就是我们慢性咳嗽 它可能是一个跨科的一个疾病 我们要去澄清的 所以像在这种慢性咳嗽常合并的疾病里面 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是因为可能因为鼻涕倒流 或我们所谓的上呼吸道咳嗽症候群引起 那另外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是因为胃食道力流引起 所以当来看胸腔肋科的门诊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问到这一类相关的 像鼻孔科或者说是肠胃科的一些症状 所以大家不要嫌烦 再来的话 其实剩下三分之一才是我们真正相关的 可能是因为有传染性的肺结核 百日咳 或者有些因为糖尿病酗酒 或者因为卧床造成肺龙阳 这些都是有传染性感染性的问题 那当然有些我们比较常见的是气喘 肺主射或者支气管扩张症 那其实最要大家胆战心惊的是 我们所谓的肺癌还有这个菜瓜布肺 这个实际上是大家现在最常听到 而且最害怕的一些疾病 那当然其实药物也会引起咳嗽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特别去强调的 所以其实使用药物的一个病史 是我们必须要帮各位去review的 什么样的药物比较容易常引起咳嗽 最常见就是我们所有使用一些血压药 或者一个血糖药 对 哇原来背后居然隐藏了这么多的隐忧 那医生我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很多人会咳嗽的时候 鼻涕有鼻涕就这样吸进去 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鼻涕道流我们比较常见是像过敏性鼻炎 或者慢性鼻痘炎或有些人有鼻息肉 那这一群的病人 他常常会有症状是跟姿势比较有关 比如说他在平躺的时候 或者一倒卧的时候比较容易会发生 那所以这样的症状 有的时候跟早晚的温差 跟他的姿势 跟晚上一卧床的时候 他就会说 常常跟我们讲说 我一躺下去就开始咳 那有的时候这样的症状 因为他跟共鸣性有关系 他有的时候跟季节会有关系 春秋会比较中 换季的季节就会容易发生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们有时候就觉得说 喉咙有痰啊 会有异物感 然后就不太容易咳得出来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会帮他们去看喉咙 去检查喉咙 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分泌物 像一些免疫状的分泌物 会卡在咽喉上面 像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会提醒他们 然后建议他们去往耳鼻歐科去看 那再来的话 就是有一些感冒 我们也碰碰到有些只是一般感冒的病人 就是他们可能在外面求诊 然后可是因为习惯的问题 比方戴个口罩 一直请鼻涕觉得不礼貌 他就一直往后吸 吸一吸 他在家吃药以后 我们在一些的处方药里面 常有所谓的抗处痰 那这样的药物 它常常会让这个鼻涕连溢 会更干燥 会更粘稠 所以他就一卡到后面之后 就更醒不出来 恶性循环 就造成症状 尤其这样的情况在小朋友最容易发生 这两三岁 那他本身就不太会醒 感冒完之后 鼻涕醒不动 然后吃了药以后 更粘稠 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医生就是刚刚有提到 气喘也是会常被忽略的状况 那在生活当中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改善 这样子的状况吗 我常常有的时候会提一个case 大概是很多年前一讲就陷入年龄 就在健保卡还在用盖章的时代 我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病人 三十多岁跑来看 所以他说一次我连渴了半年 半年很久 他说我渴了半年 盖了六张健保卡 每一张六个 他盖了三十六个 然后六个月没有好 就过来看了以后 我看以后后来我就帮他做了一些必要的检查 我就给他确诊是一个过敏性气喘 那其实看了大概两次用了药以后 他也改善了 那整个症状大概就大幅获得缓解 其实气喘这个疾病 那大家其实常听到 那可是他的诊断困难 是因为他在诊断的过程中的变异性非常大 那当然如果气管里面会哮哮哮哮的声音 那当很容易好诊断 那可是有一些人他从头到尾的表现就是 可能是咳嗽 或者胸闷在表现 所以这样的症状会跟其他很多科的疾病 都很像 对非常像 对可能跟心脏科的 或者跟其他的疾病会非常像 所以这个症状会非常难诊断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有些病人他有职业性的问题 比如说我上次有病人说我一礼拜一上班 Monday Syndrome 就离星期一征后旬看到老板就不开心 就开始顾顾少 对那其实那个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环境里面有一些过敏源会又发达 那我们就叫做职业性的气喘 那他可能到了周休二日就好了 那不是因为心情开放 那开朗而是因为环境的改变 环境的关系 对我们是有碰到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生活环境提供给医生知道 也可以帮助医生了解病患的病情 那医生我想要再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胃食道逆流是不是也会引起咳嗽 好胃食道逆流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咳嗽的原因 那其实胃食道逆流 我刚刚有提到 站在我们慢性咳嗽三分之一的原因 那这一群病人其实在临床上也不太容易诊断 有的时候有些病人会有烧心 那有些病人可能从头到尾就是胸闷 我曾经有碰到一个病人因为胃食道逆流胸闷 还被就是有去求诊之后再坐过心导管 然后说是正常的时候再过来找我求诊 那有些病人当如果点心症状你会烧心 会觉得里面有灼热感 那可能这个症状就比较好诊断 如果他只是胸闷 那可能这个问题就会要多考虑一些 那再来的话有些严重的话 他会有口腔里面会有一些胃酸 或者说病人会很明确去讲说 我口腔有胃酸或者有一些酸苦的感觉 那有些病人他可能就是 所以就单纯的夜渴或者胸闷 所以每个人病人其实症状差异非常大 那有些也是不典型的 那我们都知道胃酸是一个强酸 它的pH值差不多约6.2 所以这个胃酸非常强 所以让这群病人比较常发生的状况 大部分都是晚上pH吃了宵夜躺平 就感觉舒服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是因为空腹太久 或者说这段时间被老板骂了 工作压力非常大 或者老板一直不肯放假 所以这样状况之下 就会胃酸分泌比较多 那症状就会出来 所以这样的状况 通常其实给请腸胃的医生 开一些胃酸抑制剂 就会比较改善 就会有帮助这样子 所以还是要寻求医师的协助 不要自己乱摆药这样 那抽烟的患者啊 是不是也很常有咳嗽 老烟腔咳嗽这样 那种的 对其实因为抽烟 它里面很多的一些 一些有害物质 它会刺激我们的气管的联膜 然后造成一些发炎反应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很容易会上痰 而且会咳嗽 那所以抽烟的患者 他常常会忽略他的咳嗽 他会觉得这是抽烟造成的 对他会认为说 这叫咽咳 那其实比较要注意的事情是说 当你开始 你的咳嗽的表现改变了 开始变严重了 痰变多了 或者说是里面甚至有血丝 或者说他这个 可能这个咳嗽的形态变异了 你要特别注意了 那通常抽烟的咳嗽 戒烟以后就会改善 慢慢就会改善 包括他的痰跟咳都会改善 所以医生这边还是建议少抽烟 还是要建议少抽烟 对自己的健康也好 那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当慢性咳嗽的时候 医生这边通常会做一些 什么样的检查 让民众了解一下 我们在一个慢性咳嗽的状态 这边如果已经咳了 大概接近八周两个月时间 很多病人会被转接到胸腔肋科来 那其实我们也鼓励病人 就是病患这个时候要尽快来 第一个大概我们基本上会造成S光片 那如果我们也会看咽喉 会问一些我们刚刚相关的问题 那如果就有一个方向之后 如果是肺部问题 我们可能会譬如说排胸部S光片 如果S光片有问题 我们可能怀疑有肿瘤 或什么我们会做进一步的电脑断诊 那如果是怀疑有呼吸道的问题 譬如像气喘 我们叫肺阻塞这些退化性的 或者是发炎性的疾病 我们就会给病人去安排肺功能 或者做一些过敏性的检查 那如果有感染性的问题 我们就会给病人去做 验着痰疫的培养 所以我们会依照它的状况 去做不同的检验 可是原则上胸肺S光片 还是一个最基本 最重要的一个检查 所以就是去看医生的时候 如果医生没有特别提到 是不是可以自己要求医生说 我想要照X光这样子 通常如果你咳嗽咳了久了以后 我们大概都会主动建议 帮您照一张片子 看一下有没有特别的问题 我曾经碰了一个中年妇人 她那时候也是大概为了咳嗽咳了六个礼拜 然后就来 就因为她在外面求职没改善 结果那一次咳嗽 她其实是一个知悉管炎 可是在那张X光片上 就发现肺里面有个结结 那当时我就告诉她 你这次的知悉管炎控制好 那个结结我会建议进一步检查 可能要手术了 那结果她很幸运的那一次做出来 手术开出来 真的就是第一期的肺腺癌 还好险有早点发现 当时还好有照那张X光片发现 所以她也很开心 那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其实控制的都非常好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忽自己的症状 对不要轻忽咳嗽后面造成的状况这样 那九咳看诊的时候啊 民众这边他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讯 让医生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九咳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提醒医生注意像这些的资讯 比如说有没有咳血 那咳血的话要特别注意咳血的量 这个血的颜色 它是鲜血还是比较暗黑色的血 那有的时候 那这个再来的话会不会有呼吸困难 会不会有一些喘民的声音 有没有发烧 有的时候要提供医生说有没有声音撒哑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抽烟后我刚刚有提到 如果你的咳嗽的方式改变了 症状改变要特别小心 再来的话就是同时如果有一个同样一个肺的部位 反复的发炎 那时候我们也怕这个器官里面有肿瘤的问题 或者有异物的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是会不会有产生液咳的状况 液咳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液咳的状况我们刚刚有提到像 力流性食道炎 或者说是我们胃食道力流 或者说是一些呼吸道的问题 它都有可能会液咳的状况 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有没有一些烧心 或者说是口腔有些酸酸热热的感觉 那再来的话一个很重要就是 体重减轻热这个怎么跟咳嗽有影响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咳嗽里面还是有可能就是肺癌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有些病人他其实咳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而且发现他同时合并有体重减轻 这样的状况要特别小心 所以这些警示的症状原则上都要提供给医生 那其实肺结核也会提重减轻 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有些感染病像肺结核 它也可能会低度的发烧 那有些会咳嗽会咳血 那它也会提重减轻 那有时候经过治疗之后它就会改善回来 了解 那环境是否暴露在环境的因素这些呢 是那个环境因素里面譬如说像空气污染 这其实是我们现在比较常面对的 对啊现在环境污染还蛮严重的 我每次其实要今天也借记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千万不要在户外空气污染的状态之下 在户外运动 因为我们常常像我们医院刚好是在黄西半 那个地方非常有一个河堤非常漂亮 那可是常常会碰到有人在空气污染P2.5 都已经超标的状态之下 在那边跑步 对在那边就 那我就一边查诊一边看他们跑步 其实我是蛮担心的 所以大家其实环保署他们也都有APP的网站 可以去在可以在手机上去download下来 可以告诉你及时你的环境的空气指数状况 我们希望各位我们鼓励各位运动 可是你运动的不管在室内或室外的运动 你原则上都要在一个空气品质良好的状态之下运动 那这样在健身房里面运动会不会比较好 同样的也是要室内的空气污染状况要低 所以这都很重要 那旅行史这个呢 旅行史跟我们一些传染地区性的传染性的疾病是有关系的 所以有时候旅行史现在尤其在疾管署大概都会鼓励病患 以及医生大概一到不管到急诊到医院 原则上第一时间都会提醒大家 你如果最近有出破国尤其到一些疫区一定要告知医生 其实就像最近如果有一些的像登革热什么 如果你去南部回来发烧 你要告知医生 那药物引起的刚刚医师前面有提到了 那医师再详细跟大家解说一下 是我们在药物部分 其实像我们比较常见的是一些血压药或者说是一些血糖药 那这个血压药的引起咳嗽其实大概因为这一类ACI这一类药物 我们叫血管生成抑制素的一个抑制酶的阻断剂 这一类药物其实有非常多种 那已经因为上市非常久了 所以其实大概医生们都会注意到这 其实我们现在最近几年有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血糖药 叫Genovia 这个药其实大概目前开始在这几年开始慢慢被广泛使用 因为它的疗效还不错 那这个药也会引起一些咳嗽的症状 所以如果有像这样的症状 可能要提醒医生我有在使用药物的一些特别的用药室 然后要提醒医生去注意 帮忙去筛检一下这样的情况 那民众其实在看医生之前有很多功课要做 不管是环境或是自己的症状 那这些东西平常要怎么做记录 或是怎么样提供给医生会比较好 这个就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类似的症状的时候 原则上当你要去看病 其实为了自己的健康 其实去看病之前 应该要把自己的功课先做好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写日期会有帮助吗 倒也不用 其实碰到有一些人 有一些病患非常可爱 他每次都会带一张小超来 他说每次看到我们会很紧张 要写下来 看到医生有讲一句话 然后他会照小超的 所以我说不用你直接拿给我看 我有问题我再倒过来问你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习惯 我会鼓励大家记小超 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才不会漏掉你的症状 尤其像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选项大家去看 有没有像这样 你把这个完整的资讯提供给医生 医生可以在更快的更短的时间 去帮各位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诊断 对 因为他背后的原因很多 对 这么多样的话 要医生立马做一个程序的判断 其实有点小难度 对不对 那医生我想要请教一下 刚刚提到了八周 可以建议照X1 那自己咳多久才需要去找医生 就是做诊断治疗 一般的咳嗽 当然你会有一些 就像我们刚刚说 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 那您开始会觉得 开始有发烧 全身倦怠 那甚至开始会有黄痰 喉咙痛 这些可能是比较偏向感染的症状 那大家可能就在社区的医疗群去看 去诊所去看 其实就可以 可是当你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 一个大概两三个礼拜都没有改善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不管你是稍微没有改善 或者痰的颜色没有进步 没有变成比较白 比较透明 那原则上都要小心 因为一个治疗 就是一个感冒 或者一个流感的事 那原则上大概一周 一周左右 或者更多一点 应该都要进步的 它可能就有潜在的其他的原因 我们要探查一下 所以几早发现几早治疗 还是一直倡导 那医生平常有遇到什么样 比较特别的案例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 有的时候咳嗽 今天跟各位提醒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咳嗽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大家常常会忽略自己的咳嗽 尤其是老人家 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有个肺结核 好了 肺结核实际上它是一个法定传染病 而且它实际上在老人家 最近常常有时候 因为随着年纪变大了以后 它会因为抵抗力差 或者可能因为有糖尿病 或者它疾病会复发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慢性咳嗽 原则上最好还是要来医院 照个张S光片去看一下 台湾现在虽然在这几年 我们的肺结核的控制来讲 是有很大的改变 非常大的进步 然后肺结核病患也变得比较少 那原则上来讲 可是因为结核它实际上 它是一个最伟大的魔法师 它会潜伏非常久 而且会有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它又有可能会 传播给你最心爱的家人 它传染很高 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因为我们甚至还是有时候 一不小心会发现有 可能在学的学生 或者说在工作的年轻人会得到 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大家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不要掉以轻心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还是尽快来看 因为这些病是可以治好的 你只要配合治疗 它经过六到九个月的治疗 是会改善的 像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一直咳嗽 然后声音就会有点沙哑 然后妈妈在我去小诊所看 医生跟我说 其实是一般的感冒 然后妈妈还去买猴糖给我吃 就说你一定是唱歌唱太多 然后声音沙哑 结果后来医师就是说 赶快去大医院照一次光 没想到居然是肺炎 然后就赶快住院这样 对 常常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大家常常会轻忽自己的症状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 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用药之后 可能它的一些症状被压抑了 所以我们要鼓励各位就说 大家一定要小心 当你咳嗽的时候 重要的重点是找出咳嗽的原因 而不是去找那一颗止咳药来去压抑这个咳嗽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第一句话最重要就是 咳嗽是身体的正常保护基酸 当你开始去咳嗽尤其有痰的时候 其实轻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对身体比较有帮助的一个治疗 轻痰这个动作是好的吗 轻痰动作是好的 因为其实痰它就是 你可以把痰想象成是容易 那感染的时候 那痰其实就是化膿了 化膿的东西放在身体里面 它会继续产生细菌的增长 会有继续的发炎的问题 所以其实去轻痰是对治疗来讲 尤其是肺炎的治疗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如果是咳嗽 然后就是很常亲喉咙 这种会不会对喉咙有伤害 还是 流受久的时候常常会 尤其像过度使用的时候 游舌也会造成这样 好 那医师我们的网友 有留言说咳嗽的种类 它要怎么进行区分 我们咳嗽种类其实大概最简单 第一个先分成是急性咳嗽或者慢性咳嗽 当然有时候有些人会分成说 雅急性咳嗽 不过那个东西比较 在诊断上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就是 当你超过八周 它就是慢性咳嗽 你就必须要去找原因 第二个咳嗽 我们会分成肝咳和湿咳 湿咳就是带痰的咳嗽 那我们刚刚我们其实现在最近大家常听到一个菜瓜布肺 它这个疾病的临床上的表现大部分是干咳 那你有时候慢性阻塞性肺病 那有些病人他通常都 我们刚刚讲 因为这大部分是老烟腔 这种肺阻塞的状况之下 有时候都是会带痰的 它有时候就会失咳 它就会有很多痰出来 还有一个网友问说 为何半夜都咳得最严重 就是平常好像都还好 晚上的时候就突然狂咳起来 这是怎么办 这个网友很厉害 他挤到重点 我们刚刚讲到几个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胃食道地瘤 有三分之一病人是鼻涕倒流 因为姿势的关系 它在平躺的时候 第一个胃食道地瘤容易发生 第二个鼻涕倒流容易发生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这群病人其实在半夜清晨都容易咳 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清喘的病人 因为这个早晚温差的关系 因为体内荷尔蒙的改变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们在半夜清晨也会特别容易咳嗽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病人在夜间 会造成特别困扰的状况 造成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 那这样药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会给他们一些比较长效的一些止咳药 那我们会像胃食道地瘤 我们一定会告诉他说 你千万不要吃太饱 吃宵夜睡觉 也不要喝很多的水去躺 然后就是 那晚上我们会给他一些胃酸的抑制剂 然后或者给他吃一些 一些帮助排空的药 会让他比较好 然后再加上一些止咳药 医生的解答非常详细 还有一名网友问说 一般诊所治疗都开肋固醇 怕吃多次的肋固醇 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对我们也怕你们多次肋固醇 对身体不好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非常重要 那肋固醇 它是一个我们体内有的荷尔蒙 当然这个荷尔蒙 其实在基本的状态之下 它是达到一个恒定状态 所以当你外加的荷尔蒙的量 只要超过我们身体剂量 就等于是大概有一颗半的剂量 就是你们平常吃到的那个药 大概一颗半的剂量 就超过身体剂量 这样的状况之下 长期下来 就会对身体 产生很多新陈代谢的人 比如像会导致骨质疏松 会造成水流间 然后会造成糖尿病 高血压 其实点点和非常多的一些副作用 我们现在 基本上不太建议大家 除非一些特殊的疾病 比如像免疫风势科的病 或者类似像红斑腺肠上的 我们不太用长期的内部副去治疗 对 所以民众用药 还是要依照医生 然后还有药师的指示 这样会比较好 对 那厨师更容易会得肺病吗 这个职业的伤害 这个职业 其实我 我其实有一些的病患 或他家人是厨师 我有发现说厨师 他们的确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通常这一个族群 因为很忙心很压力很大 吃饭都不定时 所以很多都有 喂食道利流的问题 或者溃疡的问题 那第二个 油烟吗 对 他们都会抽烟 因为他们有时候要应酬 或者说是压力大 都会抽烟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因为本身抽烟 再加上环境的油烟的关系 油烟的影响 对 所以他们其实很多肺功能 有的时候会退化掉 但也不是每一个人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为这个问题过来 那有很多的厨师朋友 他们其实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 所以有些人会过来去造 去来造片子 或做肺功能检查 所以定期的身体检查也是很重要吗 是 是 直接要定期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就是定期去医院做检查 这样对自己也好 那吃东西的时候 特别容易嗆咳 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吃东西的时候容易嗆咳 这一部分可能跟我们咽喉的协调性 会有关系 那可能跟你当时有没有在讲话 会有关系 所以如果会有这种嗆咳的情况 第一个除了 会建议你吃东西要慢 然后要细嚼慢液 而且口中的东西要吞下去 在讲话或者去吃第二口 尤其在老人家已经有些 对不起 退化的状况之下 我们更希望会这样 就是吃东西一定要慢 务必口腔东西吞下去再去喂第二口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经常会嗆咳 可能会需要去看耳鼻瘤科 看一下声带部分有没有问题 所以经常嗆咳跟这种 长期的慢性咳嗽有关系吗 它也是其中之一 对它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一有症状一定就是赶快去找医生 好那还有一名网友问到 病患生活饮食注意事项 那止咳有什么妙方可以请医师 这边来做分享一下 止咳最重要的妙方 第一个 我们先到过来讲 止咳最重要的妙方 第一个就是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 如果他今天是气喘 你把气喘病控制好 把环境控制好 让他家里房间除湿 如果他对沉蛮过敏 就是打扫干净 除蛮 对 湿度控制50%到60% 那这样的状况 他可能环境改善 再加上用药就会改善 那如果是未食道滴流 可能就是使用一些肠胃的药物 那再来的话 如果是鼻涕倒流 可能可以使用一些 我们譬如讲说洗鼻器 洗鼻器 或者除了药物之外 可以使用一些洗鼻器 那有的时候会把这些 比较粘稠的鼻涕清掉 他在晚上的 在睡觉前使用 他晚上的症状会改善 所以这边还是请医生提供这些 器材吗 可以自己去药物 他们可以去医疗器材行买 有的时候 我们在门诊建议 当开始药物 效果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他们去 可以考虑去使用 去买这些东西 所以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 这样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小朋友咳嗽 他就很多爸爸妈妈 会这样趴着 要拍痰 这个对咳嗽有帮助吗 有帮助 拍痰不管对成人 对小朋友都有帮助 那其实我们在 因为成年人 如果身体像 你们年轻的 大概到中年人 原则上 大家自己都有足够力量 去拍咳痰 那在小朋友跟老年人 有的时候 尤其是卧床的 是需要去用拍痰去帮忙 去清除痰医的 那在有些手术后的 也是需要 那重要的是 爸爸妈妈在帮小朋友 拍痰的时候 原则上要注意 第一个 如果有咳血 可能拍痰要小心一点 这个动作暂时先不要做 先不要做 那因为你可血的状况 我们不清楚里面是什么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拍痰的时候 拍痰的方法跟知识 要确认 因为我们常常碰到一些 新手 尤其新手爸爸妈妈 很心急 对 快快要打到家暴了 然后牌也没拍出来 那个方法要学习 真的 那今天听完医生 这么详细的解说 对这个慢性咳嗽 也有更多的认识 那也提醒民众呢 咳嗽千万不能轻忽 若是持续久咳超过八周啊 建议一定要做X光检查法 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同时也要详细告知医生 不管是生活形态啦 环境啦 提供给医师更多详细的状况 让医师可以详细的诊断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呢 也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真心医院内科部副主任陶奇伟医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是到这边做一个结尾 那希望下一次可以 在同一时间跟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拜拜